嗨!歡迎來到Vicky's Corner 今天呢我要帶大家來看看 全世界其中一座漂亮的城堡 在Moshna 在我的身後這個呢就是Moshna的城堡 然後這一區呢就叫做Moshna 這個城堡呢它其實以前是德國人的 因為在這一區其實我們家這一區 以前是屬於德國區 在二戰的時候裡面其實沒有被毀壞很多 可是蘇聯就是你知道俄羅斯人進來之後 就把裡面的東西全部毀掉 然後他把東西都帶走這樣 所以其實裡面是空的 今天呢我們就是要帶大家來看看 這個漂亮的城堡的外觀 然後稍微陪大家走一下這個 他的周遭有什麼漂亮的風景 跟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我身後的這個就是城堡的正面 在這個地方會有很多人來拍婚紗 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加上啊這裡有像噴水池 在這個地方呢它又是一條走道 兩邊都有樹 所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 大家都很喜歡來這裡 你看像今天也是人非常的多 這個Moshna城堡啊以前是在二戰之後 它改了改成那個療養院 然後是什麼樣的療養院呢 是精神病患的療養院 然後其實他們把那個現在目前的精神病患 他們遷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現在這個Moshna呢 它裡面還是有飯店 就是你可以住在這 裡面總共有365間房間 這個城堡總共有99個砲台 非常的酷吧 99個砲台 它在17世紀就有這個城堡 然後我忘記在幾年的時候 我會再補充在這 在某一年的4月2號 大火把它燒了 他們在當年同一年 就重建了這個城堡 所以這個其實不是原始的 它是燒毀過重建的 非常的漂亮 在這裡真的感覺很空曠 然後你看在這個周圍喔 都有很大的平原 對然後你看它很乖也戴口罩 可是我要講話所以不行 然後你看就很大的草地 可以在這裡Picnic啊 然後現在是春天 所以樹都開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在這邊呢 也是你看很多人會坐在這裡 有沒有 坐在我身後這裡 這樣子 聊天啊 看風景啊 等一下帶你們去看一下那邊 我說有走到的地方 你看這個是他們為了保護這個 你知道脆弱的樹幹 然後建造的這個 我覺得他們建得很好耶 你看 超棒 這是一種花叫做什麼 Az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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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花叫Azaria 不知道叫什麼 我會再把那個中文打在旁邊 然後這個樹啊 它的那個空心應該是被鑄了 或者是壞了 可是你看它還是支撐著 可是你看它還是支撐著 在我的後面有一座小橋 它長得好漂亮喔 我們想要過去那裡拍照 結果我走過去那裡 然後庫寶幫我拍照 這裡有很森林的感覺 然後據說這個地方啊 是以前那個城堡的主人 的花園 他們家的花園 超強你看 有錢人就不一樣 的花園都比別人厲害 是不是 這個葉子好可愛喔 它是那個愛心的 登 然後呢我們在這個 有點像山崖一邊 找到了 找到了一個杜鵑花 你看杜鵑花已經開囉 有一些已經凋落了 然後在這個區域呢 會有很多就是杜鵑花開 非常漂亮 這邊是還沒有開的 杜鵑花包 可愛死了你看 雖然這個地方啊 非常的漂亮 就是有漂亮的城堡 漂亮的長廊這樣子的 走道 可是呢 你看我身後的這些草 他們都沒有照顧 這個大環境 可能沒有隸屬的人 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去安排 誰來照顧吧 我想啦 對但是還是空氣非常好 而且鳥叫聲很大聲 現在呢帶大家比較近距離的看一下城堡 然後城堡因為它有分東側跟西側 它的東側西側的建築格式 就是建築是不一樣的 你看這是一種 然後呢 這個是另外一種 對是不一樣的 365間房間也有分左邊右邊嘛 所以它裡面的裝潢也是不一樣 然後因為今天很可惜 我們並沒有book a room 所以我會把我們之前來這邊住的照片 就房間的照片 貼在旁邊給你們看看 讓你們看一下它裡面的內容是什麼樣子 對 然後現在呢 超棒的 因為現在這裡都沒有人 接我跟COOBAI 啪啪 開心 我們呢 我們呢 今天的Moshna城堡影片就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因為現在其實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戴口罩 所以 我很不乖沒有戴 因為我要講話 那反正記得按讚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別忘了訂閱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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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KUBUNIO你有過來做Ending嗎 好吧 反正很棒 好 來這裡